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神经久长老,今天非常的荣幸,今天非常的高兴,能有这么宝贵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 也许大家能够学的这个经文,所要我们知道的,今天大家知道说,我们这个新的这个教材,刚刚就从上个礼拜六开始,是新的, 这个这些教材呢,我们可以到教会那边去,领取,那这个教材是三个月,每三个月就有换这个题目,那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有关安息,有关这个安息, 安息在这个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很重要的这个题目,希望大家能够教会,去教会那边,领到这一本新的这个教材, 要不然的话,你们可以从网络上面,也可以把这些教材,就有教材拿到,那我们刚刚开始,就上个星期开始, 今天是第二课,第二课,第二课我们的这个题目是,不得安息和背叛,因为我们这个新的教材,整本都要,都要提到这个,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这个安息,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的,我们要平平安安的,静心的,这就是我们的乐,我们的希望,所获得的这个安息, 这个安息呢,很多人到别地方去寻找,可是,都找不到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安息,是在主耶稣基督那里, 而主耶稣基督要我们,获得这个新地的安息,那么今天呢,这个,我们要来,学到这个新地的安息, 要怎样才能活得到,还有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新地的安息,就这边就说,不得安息和背叛, 如果我们没有新地的安息,我们心灵就要背叛,就没有那种信, 那信心,那信心对上帝主耶稣基督的信心,那么今天,我们要开始,这个第二课,第二课的这个,不得安息和背叛, 我们在我们要开始,这个讨讨论这个题目之前,请我们大家来祷告,请主耶稣基督和祂的圣灵来跟我们同在, 好,请大家来跟我做一个祷告, 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感到非常地荣幸,我们还有机会来学经文,使我们的信心,对你的信,增加,希望,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更多的祝福,我们实在很感激,很感谢主的恩典,感谢主的给我们另外的一个机会, 这个,使我们能学到这个恩典的那个成果,我祷告,请主跟我们同在,因为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基督的名, 阿们,好,那么,讲到这个不得安息和背叛,啊,不得安息和背叛,啊,不得安息和背叛, 请我们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这个,重心节,啊,我们这个圣经宇宙大学, 今天要跟大家提借的,是,啊,请我们来看, 那,那,我们推荐安息日课程,第二课,啊,第二课的题目是,不得安息和背叛,啊,不得安息,就有这个背叛的心,啊,好, 请我们来看这个,啊,重心节,啊,星期六,我们要看重心节,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一节,他们教育这一切事,啊,都要做为简洁节,并且写在经上,正式紧洁我们这末世的人,啊,我们算,算是,啊,在这个末世期间, 所以我们这个末世期间,很需要这个,啊,经文,很需要这个历史上,啊,过去的,所发生的,来做,来给我们,啊,提醒, 来给我们做一个,啊,做一个,啊,做一个好像,啊,静止,这样,来,啊,看到,过去历史,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现在请我们来看,这个,啊,啊,啊,那,星期日,在旷野中,得不得安息,啊,得不得安息,啊,得不得安息,在旷野中,旷野就是, 在,啊,在,啊,在到那个,啊,上帝所运许的这个领域上的这个,啊,地方,啊,这个运许,承诺的这个,啊,要给这个以色列们到那边去, 那请我们来看明书记,请我们来看明书记,11章,第1到15节,请我们来看明书记,第11章,第11章,第1到15节,啊, 那这边,我要来给大家读这个经文,如果你们有这个圣经,也可以打开明书记,11章,第1到15节, 这边说,众百姓发怨言啊,怨言埋怨了,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 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着死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赢的边界, 白信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灭了,熄了,那地方便叫做加贝拉, 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啊,他们中间的这个, 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啊,我们的这个,啊,我们的这个重新节,啊,我们,啊,在, 我们讲,我们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四一节,他们, 教育这一切事都要作为, 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式警戒我们, 这末世的人,啊,那么,这个上帝, 是要给我们看看,回转看,去看历史,什么事情发生在历史,要做我们的见解,因为我们这个时期就是末世的时期,那么很重要,我们要从那个过去历史发生的什么事情的事来学,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重蹈覆车,是这样,那这边,这边讲到这个,讲到这个动物,动物都知道,都知道这个什么时候会递整,因为动物是对这方面是比较灵敏, 所以我们也要对这个情况也要领免,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我们也要领免看看,回顾,看看历史发生了什么事, 那么我们再继续的看,看这个历史发生了什么事,好,请我们来看, 我们星期六在旷野中的不得安息,在旷野中的不得安息,明书记十一章,明书记十一章第一到十五节这边说, 从百姓发言员,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生了,所以这个情况是,以色列在那个旷野那边就埋怨,他们埋怨什么呢? 他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啊,也值得有黄瓜,西瓜,种种,就是他们埋怨这时候,埋怨说,他们在这个旷野,就还没, 到达到达这个,这个上帝所运行的那个地方,他们就开始埋怨,这时候,他们已经,已经,已经,已经那个,在这个,要离开,啊,西乃,这个,啊, 前进去那个,上帝所安排的那个地方,他们在那边,已经,已经一百,已经,啊,已经一年,整整一年,可是他们现在,啊,又想起,想起说,啊,想起说,他们的生活,有吃,吃得好, 在这个埋怨的时候,在这个埋怨的时候,有肉吃,有西瓜,有种种,因为他们,啊,在这个旷野,只吃那个曼娜,啊,是这样,不同的, 所以,现在他们埋怨了,啊,现在我们的心血,姑歇了,除这曼娜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 所以,他们的埋怨,埋怨了,上帝也不,不高兴了,那上帝不高兴了,啊,那,这些人,他这边说,啊,当以色列人, 离开西乃的旷野,的这个,这个,前,前往,啊,迦南,啊,迦南,喀南,喀南时,他们一定感到疲累,且不快乐, 他们离开埃及,已经一年多,啊,并预拜好,要进入运行,运行之地,他们的人口,一点,啊,一点数过,啊,算过,也有良好的组织, 他们也见过上帝的恩典,和他同在的有力证明,他们离开西乃半岛后,到,到达第一个,啊,地方,就开始埋怨,就开始埋怨,啊, 啊,即使列人喜爱埃及的肉,黄瓜,西瓜,啊,等等,啊,洋葱,啊,大蒜,啊,啊,和脚,啊,脚,脚牙,啊,啊, 所以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啊, 啊,啊,结菜,酒,酒菜,啊,葱,蒜,现在我们的心心固,固结,固结了,啊,这,这,这,啊,除,这吗,那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所以他们就开始埋怨, 当然,啊,当然,啊,当然,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啊,罪恶的人,那,我们,啊,开始埋怨的时候,就显示了,我们对上帝的,啊,的信心,啊,没有了,啊,是这样,啊,那这边,啊,这边说, 这边说,当他们想起了这个食物,而忘记了被奴役,那难以执行的苦,苦难时,他们一定也患上了严重的选择性,啊, 啊,使怀症,就是,啊,这边又说,甚至摩西也受到了牵连, 使徒,啊,使徒领导一群不知足的人,并不容易,啊,摩西知道,知道该问,尽求助,啊,你为何,摩西,啊,当人,当以色列人,跟,啊,像摩西,像摩西,啊,摩西,啊,摩西,啊,摩西就,啊, 啊,只有一条,一条路,就是要寻找,这个上帝的指示,所以摩西说,你为何,苦待,啊,扑人,我,啊,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 加在我身上呢,这个在明记,明书记第十一章,第十一节,啊,上帝如何回应这些抱怨,啊,那我们来看,啊,来看明书记十一章十六节,请我们来看,明书记十一章十六节, 看上帝怎么回答,啊,摩西,啊,十六节,这边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 超级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馆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啊,我站立,是这样,我要在那里,啊,将领, 其他人,提,以及你所说话,也要把这样,于你身上的,临,啊,分色,分色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着,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 所以这个当莫西来到主的面前,把这个以色列所埋怨的来提给主听。 那主说,那这样的话,你担当实在是太重了,所以你现在就去找这个,去找这个,这个,这个,七十个官长,长老和官长,七十个来担当你的重任, 这个就是上帝给莫西的指教,这边说上帝如何回应这个抱怨,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有这些长老来担当这个莫西的重任的话,就是上帝的指导,那么请我们来看, 请我们再看,星期一,星期一是说,它是会传染的民宿记,是会传染,就一方面,当然是,那个,患了那个,那个病传染,病,那一方面是这个埋怨的这个,这个,这个传染,那,我们来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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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染,那,我们来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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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宿记十二章第一到第三节 民宿记十二章 民宿记十二章 十二章第一到第三节 请我们来看 民宿记这边摩西记了古诗女子为妻 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记的古诗女子 就诽谤他说 难道耶和华但以摩西说话 不也以我们说话吗 这话耶和华听见了 就是说好像是 好像是不满意 不满意就说 难道主耶稣只跟摩西说话吗 那我们呢 实际上 我们不是和摩西同等吗 实际上 这这话耶和华听见了 摩西为人 只有钱和 胜过世上的众人 耶和华 复然对摩西亚伦 米利安说 你们三个人都出来 到会幕这里 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 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 站在会幕门口 赵亚伦和米利安两人就出来 耶和华说 你们且听我的话 你们中间若有先知 我耶和华 必在意象中 向他显向 在梦中 与他说话 我的仆人摩西 不是这样 他是在我全家 尽忠的 我要与他们 面对说话 乃是明说 不用谜语 并且 他必见我的形象 是这样 上帝 就有什么 指导就跟摩西 因为摩西是很谦卑的 他是会传染的 这边说 说 这边说 说 这边 我们来读这个明书记 十二章第一到第三节 这边说 米利安和亚伦为什么生气 表面上 米利安和亚伦对摩西的谷区于不满意 对他的太太是不满意 清楚表明 这只是借口 他们抱怨的主要焦点 是先知的恩赐 所以这个是忌口 他们主要的就是 觉得上帝 对待他 不是先知的恩赐 上帝 吩咐 摩西 忠于 忠于 失灵 这些人的长老中 拣选 拣选 七十个人 来帮助他 承担 管理的责任 这就 显示给这个 米利安和亚伦 给他们知道说 上帝不是指给摩西做先知 还要摩西选了七十个长老和官员 那么这边说 上帝的回应 上帝的回应是 上帝的回应是什么 上帝的回应是直接的 没有解释的徒弟 先知的恩赐不是用来 行使更多权力的武器 摩西适合做领袖 是因他深知 他需要依赖上帝 这边说 从米利安 比亚伦 比亚伦先被提到的 顺势表明 他可能是攻击摩西的煽动者 那时 亚伦已经是以色列的大祭司 但是他若 他若 他若 掌了大麻风 他若掌了大麻风 他若掌了大麻风 就是上帝 给这个 给这个 米利安 掌了这个大麻风 可是呢 可是呢 这个亚伦 没有 因为亚伦 是一个 祭司 他掌了大麻风 就不能进入会幕的百姓代表 如果是亚伦掌的这个大麻风 他就不能做这个祭司了 上帝 上帝让米利安 他若掌 然 上帝 上帝 提供的大麻风 他 对这个 这个 的这个 他的 deceit 主书 现在 他和他们 相对 他 zwei 他对他们 两人的不满 并借此帮助他们看见到态度上需要的转变 就是这个米利安和亚伦两个人 不应该埋怨对摩西埋怨 因为这个上帝让这个米利安 展上迟迟性大麻风的惩罚 生动地表达了他对他们两人的不满 上帝的对他们不满 并借此帮助他们看见在态度上 需要的转变 亚伦为他祈求 为他祈求就表明他也参与了其中 现在我们看到亚伦为米利安求情 而不是批评和不安 我们也看到摩西为他求情 这是上帝希望他的指名表现的态度 他听见了就医治了米利安 这样摩西 每一次摩西都是这个中保的中保员 跟这个上帝祈求 请我们再看 第1星期一星期二 星期二不得安息导致背叛 不得安息导致背叛 这个地的确是如此 因为我们心里面能够获得安息 就是要把我们全心送给上帝 要相信 要有这个信 有了信 我们就能够尊重 有了信 我们就能够得到安息 是这样 要不然 我们缺乏了信的话 就要导致埋怨和背叛 是这样 好 请我们来看 这个一位中保 一位中保 当然 一位中保是摩西 常常是当这个中保 可是真正的中保 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那请我们来看 第1名书记 14章 第11到第12 名书记 14章 名书记 14章 11到12节 这边 耶和华对摩西说 这百姓 冒似我要到几时呢 妙似我要到几时呢 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奇 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 我要用云意 击杀他们 使他们不得承受 那地叫你的后遗 成为大国 比他们强胜 摩西对耶和华说 埃及人必听见 这是因为你 成师长大能 将这百姓 从他们中间领上来 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 迦南地的居民 那名已经听见你 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 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 有你的云彩 有你的云彩 停在他们以上 你日间在云柱中 夜间在火柱中 在他们前面行 如今又把这百姓杀了 如今又把这百姓杀了 如杀一人 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 必议论说 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 他们向他们启示应许之地 所以在旷野 把他们杀了 现在求主大显能力 照你所说过的话说 耶和华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挫爱 免赫罪孽和过犯 万不予有罪的唯无罪 必罪讨他的罪 自负其子 直到三世败代 求你 照你的大慈爱 免赫这百姓的罪孽 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 常赫免他们一样 所以这个摩西 是当这个中宝 跟这个上帝求求 不要全部把他们消灭 要不然上帝的这个名义 会传到这个邻居 的这些人 所以这个摩西是当这个中宝 一位中宝 当然我们知道说 主耶稣也当我们的中宝 跟这个天父求求 来这个宴 来这个宝珍 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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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યઅ ൚ૅ અ ੀ੨ ઈ༯ મི એན ષી � Powderrikerizía 上帝的信心,全部把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什么都去掉,要只有相信上帝的这个指导的引导。 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我们不能自行,我们要跟上帝来配合,跟上帝来祈求我们做我们的指南。 所以自行,不管是这个历史上面,这个以色列他们都常常埋怨就是要自行,所以我们要避免埋怨,也要避免背叛自行的这个方法。 这边说,从历史的观点,管历史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上帝的指名一直在旷野中漂流,旷野有许多表阵。 但现今,它就像是无羞耻的媒体谈谱。 这边,它就像是无羞耻的媒体谈谱。 它就像是无羞耻的媒体谈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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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这个要给我们做这个以色列人对上帝审判的回应。 是典型的。他们说,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 所以这个以色列的经验,就是我们要学习。要学习,把这个信心和这个智行要很清楚的学知。 不要重蹈覆辙以色列所经过的。 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就到此为止。 谢谢。 谢谢。